花盆种植的无花果开始挂果了 一叶一果子 有朋友问无花果到底有多少产量 我告诉你一个花盆起码200果 大家好,我是佛山奥花匠 很多朋友在家现在都喜欢养无花果 然后他就发信息过来问我 在家种植的无花果到底有多少产量 是不是可以当年实现无花果自由 事实上无花果当年实现自由是一点难度没有 基本上所有的品种都可以实现 只要您懂得正确的种植方法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无花果的产量要看你的品种选择 如果你选择的是那些果量数量比较多的品种 比如我们国家的种植 那么它的数量上是比较多的 最多的时候我去年的一颗无花果 一颗果树挂了差不多有300个果子 然后当然它的每个果子的重量不是很大 基本上都在10来20克左右的量左右 那么如果我们用的是一些大果系列的 比如金拉芬啊,波鸡红啊 那么它的数量上就会没有那么多 因为它每个果子最多的时候是150克到200克 我去年种的一个最大的无花果是300克 半斤有多 所以它一颗树上最多就只能挂30个左右的果子 我拿金拉芬来简单举个例 我去年的金拉芬一颗果树上面呢 接的是30克左右果子 因为这个是限制它成长的 只要超过这个数字呢 我基本上都会把那小果子掰掉 保留了30克果子 当然呢,只算一批哈 它可以长两批了 我只算了它一批 那么一批30克果子 每个果子按150克来算 这个150克不是偏大哈 普遍的金拉芬都比150克大 150克30克果子就是4500克 4500克就是一颗果树 大概是9斤到10斤左右的无花果 无花果呢,想要它产量高呢 树形的选择是非常非常的关键的 我们有这种一字形 像我这颗呢,就是一字形的 然后现在它总共有6根的那个果子 就挂果子 这6根的挂果子今年都会挂果 也就是说这6根挂果子呢 今年可以给我提供大概是9斤左右的无花果 当然呢,一字形呢,很多朋友不喜欢 还有些朋友喜欢十字形的 而十字形呢,基本上呢 挂果子在10支到12支左右 这样的无花果呢 就产量就会比较高了 不顶种植的无花果呢,一般情况有三种的形态 第一种呢,是一字形的 就是两根枝条 两根的二极主干 还有一种呢,是上字形的 三根 三根上字形的 还有一种呢,是十字形的 十字形的四根的主干 四根的主干 每根主干上挂 那个长出两到三颗的挂果汁 那么四乘以三呢 就是12根的挂果汁了 12根的挂果汁 每根枝条上面 那个挂十个果子 别想 那就是150个果子 120个果子 这样的产量真的非常合影 当然呢,十字形呢 跟一字形呢 有它的优点以及缺点 十字形呢 比较占用空间 如果您家空间不大了 我不建议大家玩十字形 玩一字形呢 那个比较好摆放 位置的占用也没有那么大 当然您家有很多的位置呢 其实真的可以试试 十字形 来,还有一种呢 就是我这颗 这颗是平衡形 平衡形其实也是一个 四根挂果 主干的 四根挂果子 主干的形态 这一颗无花果呢 也是12个 12字的挂果字 这边还有一颗 是上字形的 你看这就是上字形 上字形的无花果 这一颗呢 大概是七枝的挂果子 一般情况呢 我们的无花果呢 在进入四月份左右呢 就可以进入果期 就是开始结果子 当然有一些是晚一点 有些是早一点 像我这一颗今年已经开始挂果了 晚一点 早一点 问题不大 如果您那些无花果 在清明过后 还没开始挂果呢 您喷点 您刷二青甲就可以了 那我们无花果 长到多少片叶子的时候 我们需要打顶呢 其实呢 一般情况 我在家 我是数了个叶子数量 如果叶子的数量 还没达到十片 就是十个的挂果叶子的时候呢 我们就先让它再长一下 如果十片叶子以上呢 就把顶端栽掉 就可以了 让我们的整个挂果 可以保持有十片叶子左右呢 就够了 春天是最适合种植无花果的时间 其实在春天种植无花果呢 我们就几个事情需要注意的 第一个是品种的爽辄 这个太关键了 如果你喜欢小果的 或者是你喜欢大果的 一定要问清楚商家 或者是问一下我 然后呢 再去选择去购买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一定要选择一个合适的形态给他 一字形 三字形 或者是十字形 或者其他 现在类似我那个平衡型 这样的形态 非常的关键 这个就牵涉到拉致的问题 第三个就是肥料的问题 无花果呢 对于肥料的要求非常高 尤其是有机肥的含量 一定要足够 所以呢 定时我会往花盆里面丢点这个 这个芝麻肥 这个芝麻肥呢 它的营养含量是比较均衡的 也适合所有的植物 种植无花果呢 用这个就没有错了 当然呢 芝麻二青甲呢 也是要配备的 因为这个可以促进它挂果 所以 种植无花果来来去去就是三个问题 把这三个问题处理完了 那么您就可以实现当年挂果 而且是一年就有十斤左右的产量 好了 今天落实到这里 我是佛沙奥万静 感谢大家 拜拜